這個就是CHIP-GET 那 他在那個 4月1號 4月1號 就 公佈 免註冊就可以用 反正你就開到網頁就可以用了 不過 你還是只能用到局部功能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想要用CHIP-GET 想要用他最新的功能 你還是要註冊 那註冊的話 就會需要 E-mail驗證跟手機驗證 來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你還沒有註冊的 有嗎 不要緊緊帶你註冊一下 自己註冊一下 好 那你看喔 我們剛剛講的 他不是說最新功能 大家就可以用了嗎 好 你看這裡 你可以上傳圖片給他 問他這裡面有什麼 好 第二個 你可以上傳文字檔 包括你的Word PDF Powerpoint 你可以丟給他 然後呢 問他 請你幫 幫他做什麼 請他幫你做摘要 或者是你要問他問題 或者比如說你有 產品的使用手冊 你懶得看 你就把產品使用手冊 丟給他 他就 幫你回答 這樣了解 這些免費的都可以用喔 然後再來你可以把你的E-Sale 丟進去 請他幫你做數據分跡 跟圖表製作 這樣有感覺到一歲了以後 用到會越來越少了嗎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你看 可以用他人做的GPT 什麼叫GPT 這個概念跟 平常大家在用手機一樣 你今天不管iPhone 或者是那個 Android 請問有沒有Apple 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 上面是不是很多別人開發的應用程式 那GPT就是GPT裡面付費的人 就有付費的人 他可以建立 為了特定目的去建立一個 他專屬的機器人 這樣了解嗎 那 雖然你沒有付費 沒關係 你可以用別人做好的 所以他上面也有類似 這個叫做 那個 App Store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去探索別人的 那你找到的好用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用 這樣了解 好 那再來就是 剛剛提到的 你如果想要 向他發表 會這樣直接跟 他做語音對話的 你就需要安裝 那個他的手機的App 那我在上面就可以 直接按下去 就可以直接跟他講話 好 那這個電腦 部分暫時沒有 但是 現在有一個限制就是 如果你是免費的 你沒有辦法在GPT裡面 直接生成圖片 我們剛剛講 他們家五大產品裡面 不是有一個生成圖片的嗎 對不對 那因為你是免費的 所以不能生成圖片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這個是他的一個限制 那你想看看 免費都可以用到很多 付費的功能 那付費的一定是 有問題喔 那你為什麼要付費對不對 你有沒有感覺到 才剛發表 然後就給你用最新的 他不是頭殼壞掉了嗎 人家通常都是最新的 一定要 花最多錢才願意給你用嘛 因為他現在要怎麼樣 培養他的生態系 你沒有體驗你怎麼會知道他好用 對不對 所以現在免費跟付費的差別 主要就是使用量的限制而已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 如果你是免費的 好 你的 在這裡 有看到我現在沒有註解喔 欸 各位 我為什麼要給你們 我的簡報 是這種版本 而不是只有那個 全螢幕的版本 因為我都會有一些東西 放在下面 你都可以看 這樣了解 來看一下 免費的就是三個小時 可以用他16次啦 付費的可以用比較多 這樣了解嗎 欸 因為 你如果覺得他好用 你就會掉了 沒有他你就活不下去 所以先讓你體驗沒關係 這樣了解了吧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上溝吧 來 你可以先把這個網站打開 來看一下 所以 我們今天會有讓大家用到 因為我不小心我是付費的啦 沒辦法喔 但是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你的左手邊 除了你跟他問答以外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探索GPT 你可以找找看有沒有 點進去就跟我們的APP store一樣 他裡面呢 就有很多人寫好的 他也幫你做一些 就在這裡 有做一些分門別類有沒有 你就可以找找看 你想要用什麼 就可以直接用別人訓練好的 這樣了解嗎 你看我點下去 我隨便找一個 我把它點下去 有沒有 點開了 然後就有一個基本的介紹 然後這邊還有評論 這樣有沒有像 所以他就是在培養 大家去使用他 那你就覺得這個好用 但是額度不夠了 你就會想辦法 把錢投進去 用金錢換取時間 就幫你審視嘛 對不對 因為AI目前 現階段來講 他確實可以幫我們 省下不少時間 這個是很確定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基本的使用 大概就像這樣子 這樣OK 那 除了TripGT以外 請問他有沒有別的選擇 有 來你幫我看到簡報第16頁 簡報第16頁呢 這個是我們一般在 就是學校 比較建議大家用的 叫做Chat Everywhere 因為呢 他比我們的OpenAI 更早 怎麼樣 更早 不用註冊就可以使用 而且他很早就提供中文版 好 這是他的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是 他不用註冊登錄 就可以分享 他跟 就是我們跟AI的對話 我們剛剛講的 對話很重要對不對 你要保留下來 你說那我用抓圖片的好不好 一點都不好 第一個 你用抓圖片的 雖然你有拍下來 可是那些字 已經不是字了 你是不是要再重新打一次 你要重新使用很麻煩 第二個 你跟他對話次數比較多 畫面有沒有很長 你要抓 很難抓 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重新使用 我想要 呈現我原本的內容 我就要透過分享的 那我們剛剛 ChipGT 是你一定要註冊登錄之後 你才可以分享你的這個對話 可是我們確實會有 不用 他的資料就留在這個電腦 這個裝置上 所以像在學校裡面 他們現在有用平板 有用那個載具 他不用擔心說 這個你登錄了 我的資料留在裡面 沒有 就是他很單純 他沒有你個人的資料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學校裡面 會比較主推的 那當然他就 其實背後還是ChipGT 還是一樣的 好 兩個囉 再來我們看一下 除了他們兩個以外 還有沒有誰 還有微軟 還有Google 都可以用 好 所以現在呢 你可以用的平台其實蠻多的 那 微軟的 這個 他 跟Google一樣 今年都改名字 因為呢 微軟之前叫做 Bing 有沒有他的收訊情 好 然後呢 Google的之前叫 Bar B-A-R-D 不過今年 B開頭的 都不好 都被改掉 一月份的 你看 他把它改成Copilot 然後呢 Google 改成German 各位 雙子星 以前我們大概不會特別背這個單字 這個我也是看了他之後我才會的 不然不知道怎麼唸 好 那他們兩個現在都有資源中文 所以你都可以用 那只是微軟有多一個限制 就是 你每次跟他的對話的來來回回最多30個 30次 好 因為如果你去年有關注到的話 去年有一個名詞叫做 人工智慧幻覺 也就是說你可能在跟AI對話的次數比較多之後 他可能會回答出 非預期的那種對話內容 好 或者不適當的 然後也有人是怎樣 故意著AI生氣你知道嗎 他明明打的是對的 然後就一直說他錯 一直錯一直錯 你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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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AI就生氣了 就是 所以微軟目前只有他還有這個限制 其他的目前沒有 這樣了解囉 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 所以呢 這些 這些內容啊 就是這些入口網站 他們 都是 AI的入口 希望 你可以去用他 那 所以現在 AI的這些入口 有一個趨勢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在我們簡報21頁 在簡報21頁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呢 現在AI 他的發展喔 其實 還算剛起步 所以 各位 你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現在的收訊情 請問 現在問你 你會用收訊情 你只會想到誰 Google而已 對不對 請問第二名 你告訴我第二名在哪裡 你要想很久 還不見得叫得出他的名字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這些AI的這些大型的入口網站 他們也希望 你以後 用AI 就來我們家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 有流量就有商機嘛 對不對 有人潮就有前潮 所以說 你想看看 以前我們 收訊情剛開始的發展 只能找文字 接下來 是不是可以找圖片 可以找影片 可以找更多生活資訊相關的 好 那 現在的AI 你看 我要找文字的 你可能會找ChipGT 我要找深層圖片的 我就要找深層圖片的 我要做音樂 我就要去找音樂的 有沒有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 他希望 你來我這邊 一個就搞定了 就像我們現在去公家機關 有沒有很多叫做 單一窗口 你來 你要辦什麼 跟我講 你不用再跑了 就坐在那裡 等一下就做辦好了 所以呢 他們現在的 模式 就像下面這裡看到了 他們有所謂的外掛層次 像我們剛剛ChipGT 就是它的外掛層次一樣 對不對 我訓練好了嘛 你不用再訓練了 就直接用它 好 那 他們也會朝向多摩泰 所謂的多摩泰就是說 跟我們現在的搜尋情形一樣 不只可以找文字 你可以生成圖片 可以做音樂 通通都可以 你就在我這裡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這樣了解嗎 可以齁 有感覺囉 好 那大家有感覺了之後 我們等一下 就帶大家一起來體驗看看 好不好 好